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可以完成重要的任务 他性格温和 却是战场通信的一把尖刀 他就是可爱的军哥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就是来自成都军区的军哥队队长 他和军哥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 他对军哥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感情 让我们一起去聆听他和军哥的故事 我是张志全 今年29岁 现在是成都军区驻滇某通信器材仓库军哥队队长 我出身荷兰省信阳市光山县 那里是开国将领 老红军犹太宗的故乡 从小我就听着战斗英雄的故事长大 依次机会看到犹太宗将军捐献给家乡的退役战斗机 幼小的心灵立刻萌生出驾驶战机 翱翔南天的飞翔梦 2002年顺利考取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经过四年的努力学习训练 2006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 分配到成都军区驻滇某通信器材仓库工作 2013年9月正式任军歌宣言队第11任队长 军歌队是一支有着60多年历史的光荣队伍 我们的军歌完成过吉兰显宗任务 历过卓越战功 享有部队正式编制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家庭里的特殊议员 担任军歌队长已有近两年时间 我对军歌的认识 从一开始觉得他们又脏又臭 再到感觉他们可爱 萌 现在觉得他们忠诚勇敢 是我们的亲密战友和忠诚朋友 我感觉是军歌训养工作 让我实现了人生价值 是军歌带着我的梦想 在蓝天飞翔 梦随军歌一起飞 我是张志全 每天早晨张志全的第一项工作 就是打开都市进行加飞训练 加飞训练就是要培养军歌的认加能力 同时锻炼军歌的飞行能力 而他最常用的训练工具 就是一面红旗 鸽子也会偷懒 也会像人一样会偷懒 他们加飞训练 可能飞了一个小时 他不想飞了 他就落在屋檐上 落在树上 他就不走了 我们就挥舞红旗 驱赶他 让他今天你这个 打个比方 你五公里才跑了一半 你继续跑 作为军歌队的队长 现在说起训歌方法 张志全可谓头头是道 而且言语中总是情不自禁地 刘露突对军歌的喜爱 但是在两年前 当张志全得知自己 被分配到军歌队当队长时 他的心里却很不是滋满 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当时就觉得 我这个大学学了四年 然后又这个 在工作的时候 又专业了很多东西 我想这个更好的施展报复 怎么就把我安排到这个 去喂鸽子 说说蓝亭亭就是喂鸽子去了 当时还是有点不能接受的 张志全是个性格内向的人 虽然不善言辞 但从小性格就争强好胜 上学时是班上的学霸 长大后虽然没当上 梦想的空军飞行员 但参军后 在通信器材仓库 也干的是风生水起 2013年 已经有11年军领的张志全 得知自己要被调到军歌队当队长时 失落 委屈的情绪 一下子涌上心头 看到张志全这样的反应 仓库主任把他带到了陈列市 给他讲了功勋歌的故事 在1977年的时候 我们的军歌参加了西部 黑暴试验 那么我们派出了50羽鸽子 50羽军歌 那么的话 最后有45羽 飞回他们的训练基地 然后还有5羽 竟然神奇地飞行了2700多公里 从我国的西部 穿过蘑菇云 飞回到昆明 张志全渐渐了解到 这些小小的军歌 有一个可爱的名字 叫做军中通信兵 目前虽然进入了 卫星通信时代 但军歌仍凭借其 方便快捷 灵活稳定的特点 在各国军队中 占有重要地位 尤其是在侦查等 特殊条件下 常常不允许启动 现代电子通信设备 具有抗核磁 电磁 光辐射等 复杂环境干扰能力的军歌 就是最可靠的 保底通信选择 看到之后 我就觉得 真的是 还是一个光荣的部队 而且军歌通信 在未来战争中 肯定也会发挥到 它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部队 我应该能够 发挥我的才智 来好好地干一番事业 看着这些履历战功的军歌 张志全打消了心中的顾虑 他暗下决心 即使再过其言的岗位 也要好好干 要让军歌 在自己的手里 飞出成绩 然而 当张志全第一天 到军歌队报道 他就感受到了 梦想与现实的 巨大落差 第一次进歌社 那种场面 现在想起来 都还有点 这个 有点不堪 这个满地 是这个 这种粪便 然后又是赶上 这种秋季 换毛的季节 满屋的就像 飘雪一样 那个 鸽子的羽毛 小碎毛 一粒一粒 飘来飘去的那种 戴着口罩 我都感觉 能闻到一股那种 像养鸡场那种 那种味道一样 我当时就想 怎么 会是这样啊 当时 又有点 打退堂苦的意思了 在军歌队 每天的第一件事 就是清扫隔世 每次至少 两三个小时的清扫 对于二十多岁的 小伙子们来说 无疑是枯燥的 军歌队的小伙子们 都互相戏称为 蓝领清洁工 但是既然来到了 新的岗位 张志全也只能 从头学起 两个月的时间里 张志全基本学会了 养鸽技能 也迎来了自己 在军歌队的 第一次挑战 这个是我们的配对箱 我们在配对的时候 就会把鸽子 放在这个配对箱里 配对箱 分为两个独立的空间 中间一个隔板隔开 我们一般把这个 瓷鸽和熊鸽 分别放在这个 配对箱的两侧 通过这个隔板隔开 让它们先相互熟悉 相互了解 然后通过气味 这个声音 进行一个熟悉了解 如果这两只鸽子 就是像人坛的爱一样 有意思的话 它们会经常在一起交流 如果我们觉得 这两只鸽子的感情 培养得不错 通过几天观察 我们就会把这个隔板拆开 隔板把它拿掉 它就成了一个 连贯的空间 它们就会更好的交流 我们就可以让它们 产卵 孵化 这个工作 2013年11月 张志全第一次独立 给军哥陪队 他面临的第一个难点 就是变瓷熊 因为鸽子的瓷熊 是非常难分的 它这个没有明显的 这个外生之器官 它是比较这个推化的 看不很 肉眼根本看不出来 要靠这个 从它的体型 骨骼 还有它的羽毛 来进行这个分辨 但是你单单从书上 讲的那个 那种条文式的那种 来分的话 还是有可能分错 这个很多还是要看经验 词哥会跟着熊哥走啊 然后两个熊哥在一起 会打架啊 这是基本的一个经验 所以说我头一次配 还是有点紧张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张志全选择了一对军歌 放进了配对箱 在两只军歌 谈情说爱的日子里 张志全 这个自己还没有谈过恋爱的人 也变得多情起来 每天早晨 他都是第一个到歌社 给他们喂食 晚上睡觉前 还要去看一看 他们的状态 生怕自己乱点鸳鸯铺 五天后 当他把隔板拿开 看到这对军歌 幸福的依偎在一起 张志全的心里 也涌起了幸福的感觉 其实这个鸽子产蛋 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鸽子每次产蛋 它只会产一对 而且一定是一公一母 老鸽产下蛋之后 会精心的孵化它们 由这个熊鸽和瓷鸽 来轮流浮化它们 大概在十到十五天的时候 右鸽就会从蛋里面 破壳而出 这就是 破壳而出的 这个右鸽的一个状态 你看这个就是从那个 熊蛋里面浮化出来的熊鸽 你看它的体格 要健壮一些 然后这个 这个鼻流要长一些 这个就是瓷鸽 体格要稍微小一些 你看它们多调皮 还互相在打闹 这个我第一次见到它们 这个孵化出来这种 幼鸽的时候 心情特别开心 很有自豪感 尤其是看到它们这个 那么可爱 那么萌的样子 当时从心里面都乐开了花 哎呀 这个小条皮又跑出去了 来 乖乖地待着 张志全终于尝到了 训养君哥的乐趣 也体会到了 蓝领清洁工的价值 从此 张志全变了 他不再嫌脏嫌累 而是更主动地重复清扫 饲养这些最基础 最枯燥的工作 他的性格也不再是粗心大意 而是变得更加心细 更加耐心了 张志全建议 只要自己用爱心 俊养君哥 君哥就一定可以 带着他的梦想 翱翔蓝天 展区广阔 归巢单一 他会想出怎样的办法 解决矛盾 从蓝领清洁工 到鸽子王 他到底付出了 什么样的努力 君女人生正在为您播出 张志全 梦随君哥一起飞 训养君哥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作为学霸 张志全一项学习能力超强 尤其是他爱上了君哥训养之后 白天就跟着老班长学习养鸽技巧 晚上就翻阅大量中外训鸽资料 渐渐的战友们对他的称呼 也从蓝领清洁工变成了鸽子王 然而就在熟悉君哥习性的过程当中 张志全发现了一个问题 鸽子的天性是指认一个朝 也就是他的归朝单一性 而在现代战争中 指挥所的开设地点是不确定的 甚至是运动的 那么如何让鸽子的归朝能够覆盖全战区 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呢 这是张志全和地方歌友 一起组织的赛歌放飞训练 这些品种不同的赛歌 来自于四川 重庆 贵州 西藏等多个地区 但他们却有一个统一的称呼 预备易君哥 预备易君哥 它是从地方上 如果有任务 或者是有我们平时训练 或者使用需要的时候 我们进行应急征召的一种这个性格 它主要蕴藏于民间 蕴藏于这个养歌者的个人手上 张志全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 预备易君哥 就是他在整合军地资源 加强军地交流的思路下 想出的新办法 最大的优势就是 一旦有任务 就可以快速查找出附近的联络点 挑选出适合的赛歌 去执行任务 然而 要想把这一想法落实 却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 那段时间 张志全每天晚上 都会带着军歌队的官兵 筛选联络点 一次次推敲之后 如何与这些联络点进行联系 正在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难关 之前可能都没有联系 大伟我们两个是陌生人 我第一次跟你说一个事情 说一个想法 还是要解释半天 这一批鸽子呢 是我们要教到你们军歌队 这次参加这个写一挑战赛的鸽子 哦 那这个鸽子是什么品种的呀 这个品种呢 是一个张生血系的 哦 比利时的 对 比利时张军兄弟 自从当上军歌队队长之后 张志全就成了一个不怕麻烦 极具耐心的人 为了实现自己的联络点布局 张志全和战友们一遍一遍的跟人解释 一家一家的登门拜访 我们为军歌队培育的 我记得有一个歌友啊 四歌如蜜 但是这个点 对我们的话 这个赞成布局又很重要 那么军歌队队长啊 是几次到他家 登门拜访 登门拜访 然后经过反复劝索 反复做工作 终于啊 把这个歌友的工作做通了 同意了 半年多的时间里 张志全带领军歌队的官兵 行程上万公里 走访了上百家歌友 终于用诚意赢得了歌友们的支持 在去年年底 签订了厚厚的一大协议 征召了第一批 预备一军歌 地团上的这个联络点 个人跟我们签订协议之后 我们 同时就给这个我们的军歌脚环 发给他们 等他们这个 他们自己好的品种的新歌 培育出下一代之后 带上我们的脚环 然后送到我们军歌队来参居入伍 也可以补充我们这个军歌队 这个军歌的一个数量 同时 对我们这个军歌 品种的一个丰富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预备一军歌不仅扩大了战区的联络范围 更可以去保任务执行的更加快速有力 张志全用自己勤于思考 勇于创新的精神 开拓了军歌通信的新格局 从最初嫌鸽子脏 嫌鸽子臭 到现在 看着他们都觉得他们 怎么那么可爱 怎么那么可靠 他就是我们的朋友 就是我们的战士 我每次把鸽子放出来 看他翱翔蓝天的时候 我就觉得 是他带着我儿时的梦想 一起在蓝天上猴想 两年多的时间 与军歌朝夕相处的近千个日夜 张志全这个军校高材生 终于突破了心理束缚 突破了传统思维 实现了华丽转身 成为战友们眼中 当仁不让的歌色王 军队五小事 只有全力做好每件小事 才能实现大的梦想 张志全是一个性格内向细心温和的人 但是他并不缺乏创新突破的精神 除了军歌预备役这项创新之外 张志全来到军歌队之后 还有一个创新 那就是改变了以往军歌训练 以老代心口口相传的旧模式 编写了军歌训练大纲和教材 使军歌训练更加系统 更加科学 在官兵当中也受到了一致好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您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 在书法艺术当中 追求人生真谛的军人 明天见 艺术之路经济丛生 面对忙无头绪的未来 他能否重拾自信 雄回认可 对于完全陌生的领域 他又能否调整心态 放手一搏 军旅人生正在为您播出 清剑中 笔墨中的追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密作者,为您 Ranch视频